蔡英文就任前夕 蔡当局密餐资料外泄 被形容是台版危机解密 赤裸呈现绿营掌权者斗争 分析称 能够知道绿营的运作 爆料者很可能是绿营内部的人 520前绿营内斗已开始 是否为2024接班打菜 让蔡英文在党内微信提前溃滴 解密都爆出了哪些密信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泄密案显露民进党内斗残酷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蔡英文就任之前 蔡英文当局的机密资料外泄 被形容是台版危机解密 资料内容赤裸呈现出 绿营掌权者的斗争 分析称 520前绿营内斗已经开始 就是为了2024接班打菜 让蔡英文在党内的微信提前溃滴 解密都爆出了哪些秘密 蔡英文对绿营的把控 是否已显疲态 就这样的话题 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展开解析 社科院台研所的副研究员 谢南先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 编辑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李红定好 谢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蔡英文上任之初 就爆出了民进党内斗的相关新闻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了解 520后 蔡英文第二任期人事底定 赖清德似乎被边缘化 赖系大将也都被拔关 而在蔡英文就任前夕 台湾政坛讨论最热烈的 就是蔡当局密餐资料外泄 被形容是台版危机解密 资料内容赤裸呈现出 绿营掌权者斗争 分析称 要能够知道绿营运作 同时了解媒体情况 爆料者很可能是绿营内部的人 520前绿营内斗已开始 就是为了2024接班打菜 让蔡英文在党内微信提前溃低 所以说这个密餐到底是不是真的 虽然说民进党对外进行了辟谣 但是很多人都质疑它 是有真实性的 这算是蔡英文上任之后 民进党内部的一次 重大的政治危机吗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蔡英文当局面对这一次 其实非常重大的一次所谓的陷命 它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轻描淡写的 希望把这个事迅速给带过去 那么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 所谓的危机公关 只是说第一 这个事是造谣 第二 这是大陆干的 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将 这个爆出来的所谓的消息 与蔡英文当局的人事任免进行一个对照 你会发现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甚至有人说三分甲 七分针 另外就是说这份密新当中 暴露出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其实是去年的民进党的初选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打赖的详细资料已经被曝光了 那么这点其实也印证了 在去年民进党初选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很多的猜想以及外界的猜测 被认为那就不是猜想也不是猜测 而是民进党就是那么做的 所以当这份材料流露出局之后 马英九办公室发出了一声感言 就是国民党相对于民进党言 还是不够政治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民进党内部为了自己的权利 蔡英文为了自己能够在民进党的 大选的初选当中能够出现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你就能看到在去年的那场 民进党的初选过程中 赖清德因为他没有相应的党职 也没有相应的这种行政资源 因此他被蔡英文活脱脱的拖死 当时我们有一句 比较所谓的那种粗鲁的话 叫做肥得脱瘦 瘦得脱死 蔡英文利用自己的这种权利 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改规则 就是他不是按规则跟你玩 他是更改规则 使得最后赖清德落败 并且去担论了蔡英文的副手 也就是说这是受到的一种双重羞辱 第一重羞辱就是我有权 你无权 你跟我竞争 我们是一种不对等的战争 我要弄死你 第二个 弄死完了之后 你还好给我搭档 你还需要跟我站台 你还需要帮我去团结 原来本来支持你的支持者 所以说从这个秘新 我们能够看出什么来呢 看出今天的民进党 和过去的民进党没有两样 虽然民进党执政了 虽然民进党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还获得了相应的连任 但是它内部的残酷的权力的 这种斗争的这种阴暗面暴露无异 那么也在预示着未来 如果蔡英文的民意支持率出现了下滑 这种内部的惨烈的斗争 会使得民进党面临更大的危机 的确是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蔡英文跟赖清德是杀得刀刀剑骨 但是后来非常意外的 两个人竟然是蔡赖配 再到现在赖清德给蔡英文担任副手 他身边所有的人马 都被蔡英文给拔掉了职位 所以说从党内初选到520就职之后 赖清德到底遭受了什么 他到底遭受了多少打击 对 赖清德不仅是打击 刚才现在要是说的 我特别同意 还遭受到了羞辱 但是这种羞辱的有的时候 打落牙齿 喝血吞 就你得忍着 为什么呢 你还有这方面的诉求 人只有无欲无求的时候 你才可能处之泰然 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 在民进党内 在台湾的政坛上 还有自己的诉求 所以有的时候只能 所谓的忍辱负重 委屈求全 其实你从民进党初选到今天 你看赖清德始终处在一个 落在这个蔡英文下风的位置 初选的时候 刚才谢教授讲了 这种修改规则 然后进行打压 最后连赖清德逼得自己都出来说 说你们这个水军 开始你知道要说蔡英文 这个洋网络水军利用网络攻击 蔡英文一直说 我没有 我民进党光明磊落 我们不干这事 你看自己人都爆出来了 你的水军对我的攻击等等 双方之间杀的刀刀剑骨 也凸显了民进党内部 他这个派系共治政党当中 派系之间的利益的冲突 和个人之间的这种恩怨 就是手段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呢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也恰恰是民进党 老能获得胜利 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呢 他内部斗的刀刀剑骨吧 但是在大的 整个政党的这样一个前行方向上 他有的时候还能啊 忍辱负重 这就解释了赖蔡配的合理性 对 你像你 按说一般人来讲 赖清德跟蔡英文 都说成这样了 说实话 我连见都没脸见 我都不想见你 但是最后两个人 赖清德依然站台 依然给蔡英文支持 蔡英文依然满脸堆笑地对他 然后两个人甚至还成了一个搭档 你说这个 我们就求这个赖清德 心里的阴影面 是 这次的性密资料 包括蔡英文打赖清德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那么赖清德看了之后 知道了之后 赖清德会怎么对蔡英文呢 他会就这样听之认之吗 还是说他也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进行反击 理论上讲 现在他反击的能力会比较弱 因为呢 本身他处这个位置比较尴尬 一个呢 就是 他是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 我们知道这个副领导人啊 基本上一无是处 他就是个备胎 理论上讲除非蔡英文发生重大的意外 但我想赖清德还不至于啊 心里这个阴暗到这种程度啊 但是只有蔡英文发生意外之后 他可能才有这种扶正的机会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他之所以愿意在这个位置上 一个当时有这种民进党内部 为了保证蔡英文连任的需求 两个人配 可能让这种选票 包括民进党内部的团结 和外界的选票 能够相对集中一些 还有一个 赖清德一定也是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前途 现在不也有风声传出来吗 他准备在2024年 是不是在东山再起 反正蔡英文的这个任期也到了 这个时候我再出来选 那等到我一招拳在手的时候 万一能选上 我也算出了口恶气 所以这种情况也不排除 这其实说白了 都是因为心里的 心里还是有着所谓的追求和算计 才会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当然刚才谢教授分析的 我觉得非常的重诊一针见血 但如果我们放在台湾 整个政治格局下看 国民党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是现在他没在位置上而已 就这种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和他的互相抢位卡位 以及这种算计 其实是一种台湾整体的 这种所谓选举文化的 集中的一种反应 是 而且有政治的地方 就有斗争 只是说不知道是不是 野校民进党斗争得这么激烈 那么到底是谁泄的密呢 现在这个要画一个 特别大的问号 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 虽然说蔡英文她在甩锅给大陆 但很显然这个就是个甩锅 这是不可能的 谁能了解到 你民进党内部的那么多事情 很多人认为说 可能是民进党内部的人 想要打击蔡英文 为2024铺路 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 如果按照这种 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来讲 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 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那样 民进党的政党的特质 与国民党相比 它是一个典型的派制共治的政党 也就是说各个派系之间 推出一个所谓的领导人来 所谓的群狼之手 带着一群狼往前走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蔡英文的第二个人期 蔡英文已经没有连任压力了 那么后面两个问题 就成为了民进党内部政治生态的一个关键 第一 谁是2024的接班人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来发展 由于在野党 特别是国民党的势力是比较弱的 那么平行而论 那么2024 有人在猜测 如果民进党操作得当的话 不排除打破 岛内八年轮替的这样的一个惯例 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就是可能会实现一种所谓的长期指挣 因此2024这个位置就很关键 那么现在来看 各派人马都有自己所谓的心意的人选 那么民进党的中生代 也确确实实有一批比较强的政治选手 比如说新潮流的他们的郑文采 现在的台湾的桃园市的市长 比如说现在担任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任林家龙 作为郑国会的所谓的龙头 还有人提出现在的青英系的陈其脉 可能会去 如果罢韩成功之后 可能会去高雄选市场的陈其脉 都是所谓的民进党的中生代 中生代 没有人不想去问鼎这个所谓的大位 那么既然你蔡英文已经看到头了 就2024要下来 那2020是谁就很关键 赖清德其实一直被认为 是民进党内部中非常有 个人魅力和政治实力的 这样的一个身为人物 因此在这个时候 直接把蔡来的矛盾给他挑破 因为选民往往是健忘的 去年发生的事今年可能就忘了 但是我告诉你 发布这个消息的人可能我们只能猜测 他可能就想 我让你连任的第一天 就把你过去的那些事 铺在阳光之下 再告诉选民是当年你们是怎么斗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回过刚才讲 就是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未来四年必然会出现的 就是派系之间围绕着 行政执政支援 围绕着工营事业单位和权力 进行大势的争夺 这个曝光是一个开始 你们从这一次的这种苏贞昌 这个所谓的行政团队的重组 你就能看出这种派系的利益交换和争夺 现在是蔡英文执政 有位子可以分 如果未来蔡英文的民意支持率下滑 这个民进党在2022年的 这种所谓的县市场选举 选的不是很好 可能真的会更加厉害 所以说这个曝光 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是谁做的 所以这一次泄密案 也是卡位战的第一步 2024还有4年的时间 现在就已经开始战争了吗 5月24号 民进党会进行各个县市的 叫做党部主委的选举 而这个党部主委的选举 与2022年县市长选举的党内提名 密切相关 现在民进党的派系 已经在为这个所谓的 县市党部主委的选举 开始杀刀刀剑骨 蔡英文对绿营把控 是否已显皮态 为争2024 民进党内斗还将如何开展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所以你看民进党这个政党 它非常有意思 它真的是一个 就是职业玩选举的政党 它是一个职业者 这一次的选举刚刚结束 5月20号的就职刚刚开始 就马上布装下一次的选举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 国民党到底在干什么 它的对手现在已经开始 为2024年在卡位了 而国民党在干什么 我们听到有一种阴谋论 说这一次的泄密案 很可能是国民党干的 您觉得国民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国民党 你觉得它有这么大本事吗 我个人认为 当然什么可能都有 这种的不排除 但是从常理分析的话 国民党现在目前 说实话关注点并不在这 第一 它也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 第二 如果这个事情最终曝光之后 坐实了是国民党干的 即便你是揭露了民进党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 但是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呢 甚至台湾民众可能还会认为 你国民党使这种阴谋轨迹 或者使这种萧小的伎俩 采取电脑黑客 台湾叫骇客 这样的一个技术 可能还不一定加分 而且国民党现在自身难保 你知道这几 就蔡英文执政之后 给国民党这些人打的 已经是没有还手之力了 包括你看他这个 这次人事安排是顾立雄 原来金管会的主委 顾立雄原来是他民意代表 民进党民意代表 为什么让他金管会主委 一个打国民党 人家是一把好手 然后当年在民意代表的位置上 也主要讲法律 弄人权 这是他的专长 所以人家给他政治酬庸 这次你看转成一个安全系统 的负责人了 从这一点上你就看出 民进党内部不用考虑什么业务 就是你是不是这个行的懂不懂业务 一个只要你能打 能在这个党内或者说对外上 你能够有这种魄力和能力 甚至采用一种霸蛮的手段 那他就是有位子的 就是有好处 所以国民党被打的 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连党工的钱都要借钱发 现在他们最大的问题 不是怎么应对民进党 你已经应对不了了 你现在主要是6月6号要罢韩了 你们唯一的一个 最重要的指标型的人物 现在很可能面临着 首次在台湾岛内 被罢免的这样一种现状 所以你用这个转移焦点 第一 改变不了 罢韩的现有的这种窘况 另外一个 用这种方式 说实话 我觉得也达不到 国民党的目的 这种可能就是一种猜测而已 现在这个罢韩 我不知道谢教授怎么看 我觉得6月6号 对韩国瑜来讲 应该说危险系数 真的是非常大的 这次国民党的 这个泄密的危机 即便不是国民党干的 但是对于罢韩 会有一个缓冲的效果吗 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 因为第一 民进党的这个党 它的这样的一个 连我们都知道 你说台湾民众能不知道吗 它就这样一个竞选的方式 就是这样一种 把这种算计和操作 作为它党的主轴的一个方式 它既然能赢 证明它这样的方式有效的 就是咱们不看手段 而看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是对他们有利的 他一定认为这个手段就有效的 国民党现在因为 跟他完全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基本上是随着民进党的 这样一个形式来起舞 所以这种情况下 基本被牵着走 而现在他的重心 放在了这个罢韩上 就是罢韩上 但是国民党内部又不团结 这也是个问题 形成不了一个合力 即便罢韩这个事 即便到今天 国民党内部也没达成最终一个统一 甚至还有的人属于心眼好点的 可能还算隔岸观火 看看笑话而已 有的心眼有更多的想法的 甚至去帮倒忙 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怎么跟一个 你看看赖清德和蔡英文 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 他们两个怎么相处的 心里的恨得要把杀死对方的时候 脸上都带着非常善意的微笑 这才是台湾政治人物的 具体的一些算计 所以国民党现在目前 自身已经很难保的情况下 再用一些方法打这个民进党 理论上讲意义不大 而且又刚刚连任 现在又不是没到选举的时间节点 或者重大的意外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本身来讲 这个自己内包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 那蔡英文把这个甩锅给大陆 台湾民众会不会相信呢 因为这个出来之后 总是要有人背锅的 蔡英文现在就是说 这是大陆的人干的 她攻击了我们的网络 卸了命 大陆怎么会知道 你那么详细的情况 第一我们要指出一点 就是说从2016年520 蔡英文上台以来 凡是蔡英文做的不好的地方 凡是她在遇到的问题 通通就一个策略 就是大陆的问题 她经济不好也是大陆的问题 那个不好也是大陆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是千错万错 就是大陆的错 所以这一次毫不意外 内部出了这么大的疲劳 如果我们细究起来 这个事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内部的文件 被别人给拿到了 并且以这样的形式 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另外一个时间节点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她这种甩锅战术 对于民众而言 就是说 这是典型的一个政治性的操作 民众不会相信 为什么 对于我们来讲 做这种事情 两岸要实施的是阳谋 她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对她做什么 她也很清楚 彼此明星的博弈和拔河 是彼此的所谓的阳谋 更多的是综合式的一种较量 大陆方面是在台面上的 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由和平统一 走向一国两制 这是我们的政策 这几十年来变过吗 没有变过 我们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 在上周我们疫情 经济回复发展 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推出 对台十一条具体措施 所以我们做的是阳谋 我们是正大光明在做事 所谓的开大门走大陆 因此这种甩锅战术 在岛内 它必然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响 第二个我觉得 蔡英文其实希望这个事情 就是尽快过去 就是如果我们仔细回想 过去几年 蔡英文在处理危机的时候 采取的两个惯常的策略 第一迅速切割 跟我没关系 这跟我没有关系 他要马上直血 第二就是制造别的事端 把这个事情盖过去 希望人们尽快忘记这个事情 而在面对这次泄密的时候 其实他采取的 也是这样的战术 但是面对着这一次 民进党内部的 这么大的一次 所谓的相应的危机 我们要指出几点 第一点 他现在民众对这个问题 关注度不高 第一是比较麻木了 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 你民进党的派系内斗 认识几十年就有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 第二个 我们要客观地指出 因为现阶段 蔡英文 她的执政团队 由于防疫 绩效还可以 所以民意支持率比较高 她也不怕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从长远上看 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仔细对比 2020年的大选和 2016年的大选 我们会发现民进党的 党派的民意基础 实际上是在趋弱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比较 2020年大选的 所谓的政党得票 会发现 虽然蔡英文 个人的得票 与2016年相比 和2012年相比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成长 已经有800多万票了 但是国民 但是民进党的政党得票 只有400多万票 和国民党大致是相当的 也就是说 你民进党的内斗 内部的权力的 血腥的这种尸杀 民众不是不看在眼里 只不过是认为 当前的氛围 他们做出了某种选择 但是如果民进党的 这种所谓的 内部的这种 血腥的残力的这种斗争 一而再再而三的曝光 你放心 民众心中也会有数 会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以其他的形式展现出来 所以这也提醒民进党 虽然当前 你的民意支持率不挺高 无论是蔡英文 还是民进党 但是民众的眼睛 依然是血亮的 你过去的政党得票率的 大幅的下降 其实对你就是一个警告 尤其是台湾社会 民意变动如流水 以前是四年变动一次 现在是两年 未来可能会更快 因此我觉得 对于今天的蔡英文而言 对于今天那些 掌握着权力的 民进党的那些高官而言 其实更多的要是警惕 因为这种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话 其实也是预示的 一个政党衰败的开始 那么民进党内部 现在就有这样血腥的斗争 蔡英文是不是 还可以掌控全局 那么这些斗争 对于蔡英文的执政 会不会带来影响 从目前来看 在可预期的未来 从蔡英文的执政上 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他这个派系之间 矛盾也很多 你看前一段时间 在这个520之前 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苏贞昌和这个新潮流系 原来中间的矛盾很多 原来呢 叫新苏联 就新潮流跟苏系 它两边是配合的 但是就是因为 各种各样卡位的问题 利益的关系 中间发生了重大的矛盾 所以它里面 你说政国会也好 还是这个海派也好 还是这个鹰派也好 还是我们说新潮流也好 它中间是既有矛盾 又有妥协的 在很多重大问题上 它会有一些妥协的 这就是当年啊 韩国瑜说的 说一个民进党 就像个妖怪一样 就像咱们看那个大章鱼 那个魔鬼章鱼一样 切断一个手之后 第二天一早 又长出来了 所以他自愈能力特别强 这一点恰恰是民进党的 一个战斗力的体现 从未来来看 我觉得目前对蔡英文的地位 理论上尤其连任之后 高票连任之后 他的行政权力 包括他要接了 党主席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个党权 和行政权转握在手里 理论上讲 对他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影响 而更多的是 怎么在后蔡英文时代 内部的 民进党内部的一个变局 一个就是马上要进行的 地方党部的一个选举 那么再有一个 就是2022年 县市长选举又来了 现在韩国瑜如果 6月6号被打下去之后 紧接着还有个台中呢 卢秀燕 现在压力也很大呀 那么民进党的目的很明确 最好这些重要县市 全是民进党人 这才能达到他全面执政的目的 再有一个2024 2024从现在来看的话 下一任领导人非常关键 一个民进党要想达到长期执政 2024是个指标点 这就打破了过去八年任期的 这样一个轮回 而真的变成了民进党全面执政 长期执政 这对于民进党很关键 那么现有的民进党的人才 相对来讲也能选出好几个 你包括赖清德 也不是没有可能 刚才谢教授所说的郑门灿 林家龙 陈其迈 都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而国民党这边 2024也很重要 如果再被打下去了 那真就是 我觉得就翻身起来 难度就非常大了 当然也有人传 像朱立伦 像这个现任的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 未来可能还有一战的可能 但是总体上 不管是在现有的形势下 权力上 那么跟这个民进党 还是差着一大块 那么未来怎么布局 这其实都是民进党要考虑的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你内斗无非就是排座 做风果果的事情 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 总之 你的最终目的 还是要有人卡在这个位置上 还要占有相应的权利 但是从2024到2028 这个任期内 它的风险性 应该说是更大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蔡英文在未来四年 她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两岸政策 包括美国的介入程度有多深 如果她未来继续想连任 就是她的这个民进党想继续执政的话 在2024到2028的这个任期内 两岸很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 因为到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执政 台独道路脚步更近的话 美国的这种反华的这种势力和势头 越来越猛的话 那么两岸之间很可能会面临一个 更危险的一个境地 就像一个这个汉堡包一样 台湾是夹在中间的那块肉饼 两边只要谁发力最终受力的都是台湾 所以她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中 现在同意吗 对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 在之前马英九执政时期 她走的是一条所谓的从中国 或者说从大陆走向世界的道路 也就是说她极力地想在大陆和美国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状态 那么这就会使得她往往可以两边取巧 如果你对我施加的话 我会往那边倒的多一点 那么虽然不论你喜不喜欢这种策略 但是这种策略对于台湾 当时的台湾而言 她在面对美国的这种所谓压力的时候 她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 但是当蔡英文当局上台之后 她走的是一条所谓的单边倒向美国的策略 为什么 她希望抱紧美国的大腿 能够获得更多的对抗中国大陆的筹码 那你这么做 你就要承担代价 这个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抱别人大腿的时候 别人想踹你 你也得承受这种痛苦 虽然说这一次是民进党内部的一次 政治危机这个泄密案 但是透过这一次危机 我们看到民进党内部存在的政治斗争 而这个政治斗争也应了那句话 在党内一场选举的结束 就意味着下一场选举的开始 我们似乎已经嗅到了 2024年选举的硝烟味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谢教授 观众朋友再会 谢谢主持人 谢谢张老师 观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连案 也欢迎您登陆央视频 和今日头条的海峡连案官方账号 与海峡连案暴提会议互动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